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 THE BUS 喔 THE BUS 很久沒玩了 他好像出了新的路線吧 然後 就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次的路線不知道有幾站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少 我們現在開的是這輛雙結的 上一張我記得就真的很多站 然後那一張真的是蠻久的 好 那一樣 我到這麼久沒玩了 我是都忘了忘了 後面我記得是下車才會給 就是給下車 OK 先上來 然後先發動 OK 好啦 可以上車了 呃 開始 OK OK 大家全都直接一次上車 非常的好 呃 關錢們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應該要設一個 暗鏡 就是 呃 關門的那個快捷鍵 不過想說算 然後之前在開的時候 這個路線啊 就是因為是歐洲的路線 所以 我記得在上一張好像還蠻三寶的 有些路到底是走哪裡走哪裡 我自己都完全都不知道 好 應該這樣是可以走了吧 不要跟我講 剛才其實是 人家都還沒準備好 然後我自己走了 應該沒有吧 看一下外面 OK 有人要下車 而且它這條專門是給巴士走 所以 你不用真的就是什麼 靠到路邊這樣子 靠到路邊那樣子 讓人家下車 其實這個在巴士道就可以直接停 我是覺得 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真的不用這樣靠過去 HELLO 今天都沒有人 欸 都沒有人買票 我不知道 可能是大家原本就有票了吧 然後可能就不用買之類的 然後 我在發現 方向盤在設定 視角 它不能像美卡跟歐卡 就是看左看右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設定沒有成功 還是 它不支援之類的 那個 我就有點不方便 你看像我想看 現在想看左右 基本上我就算是按鍵射了 好像也沒什麼批用 超麻煩 所以我 我這樣轉換 我就只能靠自己的 YES 然後這個 雙解的公車又特別長 所以我只能彎大一點 這裡應該是公車道沒錯吧 OK 剛剛給各位看外面看一下 歐卡開斯嘎尼亞 來這邊也是開斯嘎尼亞 OK 等一下喔 該應該沒有人要下車吧 今天人都不用買票嗎 我記得上一張 大家都有買票耶 I don't know 這次更新的路線跑完 我覺得 下一張沒意外應該就是回程的路線 那這次這個路線結束之後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還會再出新的路線出來 因為 說真的要不是看到有人玩了新的路線 我 到時真的不知道 真的有新的路線出來 而且還是一段時間之前 就有新路線了 我現在才 我現在才誤完 有人要下車 好 我現在還沒有遇過什麼有輪椅的 你知道嗎 如果有輪椅的話 中間那個門就很好用 欸今天大家都沒買票 就直接上來 是我設定錯了嗎 沒有吧 對啊 是真的沒有人買啊 好吧 I don't know 應該可能是這樣 對啊 好天啊 這裡真的好窄喔 這一段 其實我真的蠻想學德文的 而且德文聽說自己學 這很難學 非常難 不知道為什麼講 如果你會講德文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超帥 應該沒有人要上車 是下車 有喔 有上車 我也會講的德文就是 Scheiser 而且每個語言 開始學都是髒話 OK 然後這邊 左轉 左轉 我再去看看 就是方向盤 在設定鏡頭 左看右看的時候 到底 真的能不能弄 不然然後 不能左看右看 真的好麻煩 然後再去搞一下那個 唉唷 我再去搞一下那個什麼 喔 開門的 開 其實好像也不用 對啊 用手應該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順便可以看一下人 我記得他可以看行程表 還好啦 後面沒有說很多站 只是路出比較遠而已 只是路出比較遠而已 應該沒有人要下車吧 我這門我就開放前門就好 哈囉 我就是不開門怎麼樣 今天車流量偏少欸 應該是我設定過他的路上的車流量 第一張好像車子就很多 我特地去設定車子不要這麼多的樣子吧 因為那個 老是塞車那個 根本就是在油車盒吧 都不用玩了啦 塞車就飽了 如果故意過戰不停不知道會怎樣 我拉下車 不要好了 等下整個全部重來 OK 你看看後面有沒有要下車 你看後面有沒有要下車 對啦喔 欸我真的很怕 明明就是其實要收錢啦 或是買票 結果 我都沒有弄好 然後全部直接到尾端 就是全部都不算 而且我現在想起來 這一個遊戲 它的地圖 完全真的是1比1比例 就是完全參照德國的柏林去做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基本上應該就是 真的柏林的 長怎麼樣 這個遊戲就是長怎樣 很猛啊 但是這麼久了 它還在Early Assess 就有點 就真的是有點久了 我記得它是跟哪一個遊戲是一起的啊 那個 Tramsin War嗎 應該不是吧 因為 因為很多這種 巴士模擬的 歐洲出的 遊戲就是 都是那樣子 像另外一款 有一個遊戲叫什麼 Buzz Simulator 十幾啊 現在好像說十二了嗎 還是多少 我忘了 那一款 我其實本來有打算考慮 但是 玩了這一款之後 我就發現 那個Buzz Simulator的那個遊戲畫面 那種感覺好像 不是說 非常的 真啊 我也不知道 我 我只有 我只有看過 我只有去跑去看那個影片 後來想說 考慮想說 喔好 那就算了 先 以這款為主啊 你有沒有看到方向盤 剛剛在那邊抖抖抖抖一下 那個是 壓到路面的水溝 然後你的方向盤就會 哇 紅燈紅燈 呵呵呵 喔 阿咧阿咧阿咧 這個紅綠燈好小一顆喔 差一點就直接 闖紅燈不知道會怎麼樣欸 扣錢吧 欸 各位不要驚慌啊 那個 頂多你們後面可能就是摔一跤之類的 喔 方向盤剛剛一直抖抖抖抖一下就是那個壓到路面的那些水溝然後你的方向盤就會震一下震一下 不是只有震一下而已 它是真的會 像現實這樣抖一下抖一下 我覺得 那個手感我覺得真的很棒 能不能紅燈右轉啊 歐洲不行嗎 歐卡每次右轉就直接 被罰錢 算了不轉 是嗎 車子 2 2 各 2 3 好,女人喔 哇,這真恐怖捏 這個路都超級小條的 某些路段啊,就突然縮減成很窄 那是歐洲的那種路的規格,走的又很習慣 只是過了這麼久了,玩起來還是一點點鈍鈍的 你要說電腦不給力嗎?我只是覺得不太可能 我電腦基本上是不可能跑不動這個遊戲 這邊應該算比較市中心吧,車子好像就有點多一點 好怪喔,這個路 這個路 你看公車這麼大,這麼寬 我剛才靠的很邊邊,絕對是吃滿整個車道的 好拉,下燈有讓下車 好拉,下燈有讓下車 好拉,下燈有讓下燈,上燈有第一了 好拉,下燈有和 好拉,下燈有和 好拉、下燈有和 這裡是紅色這個應該是人行道 我想說不能走了 然後馬上左轉是我先切過來 應該不會卡到吧 剛才沒有注意看GPS啦 如果我剛才有看到馬上要左轉的話 我就不會切到內線去 切就是轉在外線 WTF 是那個連結的地方卡到嗎 OK 我轉大一點 這一段上一張好 這是前幾張好像走過這一段 但是開頭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現在這邊是巴士專用道 前面直接縮減 又是紅燈 他重踩剎車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他輪胎是整個鎖死 你方向還會狂抖 就等於是車輪已經沒有在轉 因為你踩死的車輪就是沒有在轉 直接在地上磨的那樣子 應該那個紅燈燈 上面的紅燈燈被束擋住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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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出來應該要三四十分鐘 這個...太陽...陽光的顏色變化也太奇怪了 我等一下再課的時候看一下剩多少盞 有啦 要下車 先等一下 紅燈喔 看一下 剩三站啦 只是分別在比較長的路線 那就還好 路線比較長 就是... 駅里面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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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附近的車子都先走喔 剩下 兩站吧 綠燈 手機響了 就來看一下 如果是在現實世界的話 我應該到那邊檢舉 不要檢舉我啊 你們什麼都沒看到啊 我並沒有開公車 還在那邊用手機 有要下車嗎 全部都要在最終站下車的樣子 有耶 有耶 好多人想 終於有人要買票了 我想說奇怪今天都沒有人要買票 單層票 單層票 A B 然後咧 咧 找零嘛 所以 咧 咧 好像要按這裡 想說 我忘記去哪裡找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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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 今天整路到現在只有一個人買 其他可能都是用手機吧 其他可能都是用手機吧 或是原本就已經有票了 這條公車路線也太窄了吧 WTF 真的很窄耶 等一下我給我出去 我跳出去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基本上不外乎是吃滿整個車道的 OK 這個是要左轉 不是 這是要右轉的 所以我要過來這裡 我不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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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每台車都離得超級近的 喔 這車道感覺真的好小喔 超級不習慣 視覺上的關係吧 其實他應該沒有真的很窄 他應該沒有真的很窄 應該是最後一站 應該是最後一站 應該是沒有很多嘗墨車 應該是非常窄的 最她的肌肉 應該是沒有太窄了 沒有太窄了 唉,又有了,那我只想買票了,單層 他給多少啊? 他給剛好 好喔,前面全都是路邊停車喔 這到底是圍停還是怎樣啊? 這是車道吧,WTF? 我不知道 你不是要到處的嗎? 看到了,現在都會找到處理 他正經常的路面 他,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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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已經算吃倒了 預定到達的時間應該是10點38 現在是10點40了 我還沒到 霧點了 應該還有一站 最終站是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像這個橋底我就記得蠻清楚的 第一章的時候有經過 那時候還是下游擊的 應該是要去那個機場吧 我不知道下一章會不會從機場開始 應該不會 喔是這裡喔是這裡 不好意思啦 後面的乘客在那邊驚啊 不先驚啊 下一個章如果是從機場出來的 下一個章如果是從機場出來的 的話 那感覺好像會跟 一開始的路線 就是前面兩張有點像 不過應該只是這裡而已 因為畢竟起頭的時候很明顯 就是新的路線 這邊路很容易走錯喔 我們要慢一點 上去嗎 應該是上去 是嗎 我不知道喔 應該是吧 哦是是是是是 才能走到下面去了 OK OK 我剛才不想把你給關了 我是要拉手煞車啊 應該沒了吧 我看 哇塞 哇塞 Are you kidding me 這是 這是 原來這個不是最後一戰啊 齁齁齁齁齁 齁齁齁 Oh my god 完了 我懶了 這個下一張好不好 下一張 OK 今天這張抽到這邊 希望各位喜歡 喜歡的影片可以幫我讚 那如果你是新來的觀眾 喜歡的影片可以 利用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 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在下一張的 TheBuzz再見囉 掰掰 請訂閱